食管炎病人吃什么药好 赵恒芳 消化内科 副主任医师 食管炎其实是包括一大类疾病 其实呢 比如说包括 食酸细胞性的食管炎 还有放射性的食管炎 比如说一些特殊的细菌感染引起的 比如说一些结核呀 梅毒呀 这些感染引起的食管炎 当然针对不同的病因引起的食管炎 它的用药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针对放射的引起 比如说有的人熏腔疾病 引起的放疗引起的食管炎 这个如果轻的话 它就可以自愈 如果严重的话 我们可以给一些保护食管炎膜的药 比如说益酸的药 那对于比如说 还有一种就是零床上 经常多见梅菌性的食管炎 这种大多建议 比如说老年患者 或者抵抗力比较差 而且往往有糖尿病的患者 另外呢就是长期一种不规范的 这种使用抗生素后 引起的梅菌性的食管炎 这种一般不重的话 我们也就是给予益酸的 保护维尼按摩的 再加上一些益生菌治疗 如果严重的呢 我们可能还要给一些 比如说像我们平时用的 佛康座啊等等 一些这些抗生菌的药 另外呢 其实临床上最多见的 就是反流性的食管炎 这是我们最多见的一个 患者可能没有其他明确的一个原因 但是表现为一个反酸呀 反流呀 这个胸骨厚的烧灼感 这种呢 我们的用药一般也就是 针对它的发病原因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经常 我们应用的最多的 像马丁林呀 莫沙比利呀 加斯青呀这些 同时呢 再给一些益酸的 像奥米拉座呀 雷贝拉座呀 再加上一些 胃粘膜 食管粘膜保护的药 像这个提普瑞酮呀这些 绿美加 红旋液这些等等 总之呢 就是根据病人的发病原因 以及根据病人的症状 来选择用药 专家提示 一 放疗引起的食管炎 轻症可以自愈 严重的可以给保护食管粘膜的药 二 默菌性的食管炎 轻症可以给益酸 保护胃粘膜的药 再加上益生菌治疗 严重的还要给抗真菌的药 三 反流性的食管炎 可以用马丁林 莫沙比利 同时给益酸 会粘膜 食管粘膜保护的药 四 根据病人的发病原因及症状 来选择用药